世界上动作最快的动物居然出现在了台湾 国立中心大学昆虫系的研究团队就发现 台湾原生种的新度护歪白蚁在防御的时候 会弹动这个大鳄攻击 瞬间的速度每秒是高达132公尺 相当于时速475公里 比时速300公里的台湾高铁还要快 发表在这国际期刊上 立刻引起广大的讨论 蚂蚁接近新度护歪白蚁立刻弹出大鳄防御 这一状蚂蚁伸手益处 会这么严重是因为这瞬间的速度 每秒高达132公尺 换上时速约475公里 比台湾高铁还要快 关键其实就是在7字形的前端 它可以有一个关节能够这样旋转 那大家如果想象一下双结棍 为什么能够动那么快 其实中间就是有个关节 而我们的关节这个部分 其实因为它是连续的 所以就像是一个弹簧一样 它可以储存弹性未能 就在压它的时候有弹性未能 然后快速释放以后 它速度就非常的快 那我们眨眼的速度大概是 大概300ms 三分之一秒 那其实在三分之一的眨眼时间里面 它可以挥动100万 这项研究成果由中心大学昆虫系和物理系 跨领域团队合作发现 先前许多生物学家都推测 歪白蚁能够产生快速的弹力运动 但因为速度太快 就算以每秒拍摄1000张的高速摄影机 都无法完整捕捉 为了克服这问题 研究团队先透过让白蚁打击钢猪 应用力学原理来估算运动速度 后来一家厂商又无偿借用一台价值700万的超高速摄影机 每秒拍摄100万张的照片来捕捉 才成功证实了这项长久以来的推测 从辟邪来推导它的速度 然后再透过高速摄影机完全把它记录起来 这个发现真的是 不只是中心之光 真的也是台湾之光 让我们可以在白蚁的研究 事实上创新这个世界的一个记录 因为它不只是一个速度而已 它也告诉我们一个物理的机制 然后它的材料的特殊性 那未来这样的一个 对它的材料跟结构有一些了解的话 那可以应用在仿生科学上面 一般认知地表速度最快的动物 撕裂包或尖尾羽燕 但它们的记录都被新都户歪白衣给刷新 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 立刻引起广大讨论 研究团队希望透过这成果筹募研究经费 让台湾在生物高速运动研究上保有领先的地位 记得你这样的钟 惨不到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